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一個開箱 就是我們的燈光反射系統 CRLS 那我們待會我們直接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用不同的柔光彈機打出來的人 跟我們的影子到底長怎麼樣 就是光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這個牆壁的部分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那待會我們打光的想法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Fernel夾到我們的燈上面 然後直接照到這邊的頂天立地架上面 然後夾兩片鏡子反射到我們的牆壁 我們要拍攝的地方 一個很神奇的反射動作 OK 那我們就成功把我們的控制盒 燈頭本身 Fernel跟兩片鏡子全部都夾到我們的頂天立地架上面 這一個極簡的風格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燈點亮 然後我們來調整鏡子的位置 OK 那我們鏡子兩片都架好了 這目前都還是IKEA的鏡子 那IKEA的鏡子一面是比較柔和 白色這一面 那我就是拿來補我的人的 旁邊這裡的光 就是讓它有一點 勾勒人的線條吧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用鏡子的特性 你給它什麼光 它就照出什麼光 直接 越靠近牆壁越好 然後照出這一條完美的 線條在牆壁上面 就是一個光束吧 那我們就這樣子 成功打好我們燈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架設我們的攝影機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攝影機就這樣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雙機拍攝 一個是胸上 就是拍到胸上的角度 一個是超級廣角 跟這個GoPro的視角 應該差不多長得像這樣子 拍攝到那個 我要拍攝反光鏡的部分 那上面這台攝影機 我就直接用我們的Aputure的小小球型雲台 直接頂到我們的熱靴上面 然後我們的圖傳 下面這一台BMPCC下面的圖傳 我就加到上面的熱靴 就是你借我一個熱靴 還要還你一個熱靴的概念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拍片唄 OK 那我們就拍攝完成我們的燈光反射系統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我會把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的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